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要恢复你们固有的传统 也希望你们尊重我们 有使命来延续我们的文化 就是因为有狩猎行为 狩猎的这个文化先产生 因为要生活的关系 慢慢的才衍生出所谓的 大家熟知的祭典啊 祭遗这样子的形式 所以事实上是 祭遗是因为生活的文化而生 而不是生活文化为了祭遗而生 狩猎是源泉 狩猎是源泉 狩猎除罪化 狩猎除罪化 野兜法 那四条之一的部分 事实上 它是限定在 广化 祭遗 广不包括自由 但是在原基法的十九条里面 它是规定传统文化 祭遗 来自乱 那就本案的立场来看 法院的看法是 这两个个案都是自用的目的 所以判局他们有罪 那两个法律里面 显然就相指有严重的重疑 那我们认为野兜法 如果按照试用事案 我们认为野兜法 可能会严重的侵犯到 民众的生存群 原住民的狩猎文化出来 这个国家的法律里面的文化的偏见 你用你自己文化里面 所想当然而的事情 去看别的文化 而对它产生的误解误会不了解 原住民的狩猎的文化 包含了对于猎物的知识 包含了对于地形的七地的知识 包含了对于 猎场的管理的知识 包含了家族的系统的领域的知识 包含了对于信仰的知识 这些不同的知识组织起来 构成了原住民狩猎的文化的整体 所以原住民的狩猎文化的重点 不在于用什么样的枪支 而在于我们的猎场的分配 以及我们的这些管理的规则 我们的野生动物保育法 以及农委会 对于原住民狩猎的这些管制的规定 用物种 用物种的数量 来对原住民造成的限制 是对于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严重的歧视和偏见